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各部會的首長 及官員 首先請主席邀請 國科會李主委 還有我們原能會 蔡主委 李主委、蔡主委 請 張惠好 兩位主委好 目前我國的科技組織 在行政院的下下 有科技顧問組 有我們國科會 那也有各部會的科技顧問室 以及各部會所屬的財團法人 比如說像公園院 國衛院 國時院 還有這個太空中心 等等等 blah blah的這些 現在呢 再加上 我們這個原能會 這個 調整為這個 核能安全署了 這麼多的這個 這些散落在各個機關的科技政策 跟他的預算 變成是一個多頭馬車 進而 進而可能變成未來我們台灣 在高科技領域 競爭上的一個半角石 那我們再看看對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呢 還有以科技 這個產業方面 強力的 我們的強強力的 競爭對手 南韓 老角 他們很早啊 就成立了這個科技部 來專責科 科技政策的制定 推動 還有協調 使得 中國大陸 跟南韓 在最近這幾年 在科技方面 它是有長足的進步的 我們這個時候 才成立這個科技部啊 憑良你講啊 確實是慢了一點啊 但是呢 亡羊補牢啊 有時未完 所以本期在行政院 這個組織法修正的時候 我是距離力爭啊 包括當時有很多大學的校長 還有主委啊 很多人都不敢苟通啊 認為說這個科技部成立啊 第一個 會不會影響到 國科會的 第一個 科發基金 就沒辦法掌握了 或是有其他的事情 會不會因為是這樣 而造成了這個 大權旁落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現在把這個 在我們的堅持之下呢 科技部的設立啊 我們把 原來的想法是要把 國科會的 這個功能啊 讓它強化 提升到 部的一個層級 那我們這個 部呢 我們很遺憾啊 原來我們規劃的部啊 是一個大部會的一個概念 啊 就像這個 中國大陸一樣 它也是大部會的概念啊 啊 包括很多的國家 它也是大部會的概念 甚至我們 包括立法院啊 自己本身也在 執行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們可以把 國防跟外交啊 擺在同一個委員會 我們原來十二個 常設委員會啊 我們變成八個常設委員會 我可以把國防跟外交啊 都擺在一起 所以我們當時的概念呢 認為說 要組織要做精簡的話 政府組織改造 再組織精簡的話 用大部會的概念啊 可以來 達到我們的這個 預期的一個目標 但是啊 我們看了以後 今天 看了今天這個 送出來的這個 送到立法院來審查的這個 科技部的這個組織法 真的 我覺得很難 有點難過啊 你自己把自己做小了 對不對 把自己做小了 那沒關係 當時為什麼我們距離之間 我在媒體也寫文章 甚至呢 跟這個總統 做這個立法計畫 立法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有 為什麼要成立科技部的 這些緣由啊 我都有 一五一十的 希望呢 有跟 來 來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我們最重要的取決的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政府組織改造的功能是什麼 那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希望能夠提升行政效能 提升我們國家的一個競爭力 尤其科技啊 是立國的一個最重要的 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 政府每年投入這麼大量的科技經費 但是呢 我們並未真正落實 創造出它產業的一個價值 除了我們這個 政府沒有統一事權的機關組織之外呢 它的問題是產生在哪裡 結果沒有去做整合嘛 沒有整合 我們一千多億的科技預算 結果我們沒有做整合 整合多頭馬車 各搞各的 到最後的時候啊 誰聽誰的 搞不清楚了 所以造成了我們這個行政效能的低落 也是我們相對的對國家競爭力啊 也會影響了 所以我們 當時是距離力爭 而且 積極在做推動 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也沒有科技部 是用 後來用我的版本啊 在我的堅持之下呢 才有這個科技部的一個成立 我們成立科技部最重要 就是說 第一個我剛剛所提到的 要達成我們這個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外呢 我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啊 來 有沒有提升這個國家的競爭力啊 不是我們自己說的算 而是國際性的平等機構 比方說IMD 瑞士洛商管理學院啊 或是WEF啊 這些單位在做國家競爭力評比的時候 他看你的有些什麼東西啊 第一個你有沒有創新的東西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只是把機構整編而已 縮減 為了縮減而縮減嗎 並不是嘛 我們希望呢 有一些比較新的 事項的出現 那當然還有些聯合國啊 比較重視的領域裡面 比方說性別平等 那我們在行政院呢 也擺了性別平等委員會 像這樣呢 才能夠讓 這些相關的國際平等的機構呢 對我們刮目相看 可惜就是 這一次啊 我們這樣的 這個 沒有統一四權的機關組織之外呢 變成說 你這次提出來的版本啊 我也是覺得說 在預算 預算上來看啊 我們也覺得很蠻奇怪的 那就是說 我們主要問題在科技預算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科技預算呢 有百分之九十二 是投入在知識的創造 知識的創造 只有大約百分之八呢 是投入在促進知識 產業化的連結 尤其現在 尤其現在 就算科技部成立 我們還是有相當 如果照你們的版本 還是有相當大的部分的科專的預算啊 是在這個金件單位的底下 尤其是像經濟部啊 經濟能源部啊 或是說 像技術處啊 經濟部技術處啊 目前所管的科專的一些經費 所以將來就算科技部成立以後 我們要透過哪一種的機制來做協調 如何把科技預算的資源 做最妥適的一個分配 那個主委啊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剛剛 剛剛啊 委員提到的啊 我們也謝謝委員啊 就是說 提出這個科技部 大科技部這個概念 那當然目的要有競爭力 那我也同意 這個科技方向啊 要應該有一個整合 然後事前能統一 那 我們 現在提到的就是 第二條裡面我們提到 管理行政院 國家科學 科法基金 這個部分啊 那其實整個科技預算還是比較多一點 因為有其他部會 那我也希望能夠有一個 能夠大家能夠有 事前能夠統一有一個單位 能夠做得好 把它協調 這樣的話 就比較能夠增加 國家的競爭力 那另外啊 就是說這個 我看今天那個我們蔡主委啊 好像心情也滿悶的啦 好像一副要走入歷史的樣子 這個好像是就 以後就消失不見了 其實沒有這麼嚴重啊 我要特地跟這個蔡主委啊 尤其是我們研能會的各位同仁啊 好好的勉勵一下 謝謝 我們這一次呢 政府主改裡面 你們當然有受點委屈 我們是放在這個 等於說二級機關啊 變成了這個三級機關啊 那但是呢 我可以 能夠幫你們爭取的部分啊 事實上我們也都爭取了 比方說 這個三級機關的 屬 跟局 我們是放在屬的 那屬呢 它的定義啊 它是有 比方說 像政策的規劃 而且是這個 業務的一個執行 所以基本上啊 它是還是有一定的成績 然後它那個署長呢 我們也是 只等是13到14 基本上呢 應該還 還好啦 對不對 以專業上來看的話 還好 雖不滿意啊 但是勉強也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 也要去考量你們的因素存在 那我們也希望將來在科技 科技部的部分啊 既然我們是大部會的一個構想 我們會一定會 在次長的部分啊 也能夠納入我們 這個 甚至 這個次長呢 來兼任這個 核安 核安署的 這個署長也沒有關係啊 或是這個次長的部分 也有在有關於核能方面的 專業的人才 來兼任 它也是科技的一部分嘛 對嗎 所以呢 應該還好啦 但是 這個預算啊 也沒有因為這樣而減編嘛 但是你的工作的責任啊 更明確 而且是更 應該是這麼說啦 更明確化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政府組織改造裡面啊 我們不要說因為政府改造造成了這個 通人的一個人心的一個浮動 應該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去做一些設想跟考量 也可以請那個署長啊 這個放心啊 我們希望這個單位還是很重要 但是為了配合 不管是 呃 長遠的目標說 非核家園 或是說 呃 這個 呃 這個核安的大家 目前的大家的一個重視 程度 那當然 大家對前途啊 是沒有這麼看好沒有錯 但畢竟它是現在還是存在的 我們認為說這一塊核安的部分啊 確實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呢我們成立了核能安全署啊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啊 也是在這個地方 不然就讓它走入歷史就好啦 它絕對不會走入歷史 現階段啊 我相信在這個十五年以內啊 應該這個機會也不大啦 應該是這麼來看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 那應該不止吧 十五年 因為你就算這個核能電廠 呃 這個呃 停止運轉了 還是會有 除役的時候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嘛 所以我想核能安全是 這沒錯沒錯 不過以後我們清大那個 呃 呃 河 河河沿所啊 或這些啊 以後能念的可能比較少一點 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有可能的齁 那另外就是說啊 這個 我要跟這個 這個主委啊 再提醒一下就是說啊 那個目前 在日前啊 那個馬總統呢 啊他出席全球科技高峰論壇的時候啊 啊他有宣誓說 我國今後的科技研發經費 啊 將以每年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幅度來成長 啊來確保我國的科技的競爭力 啊尤其在推動精製農業 健康照護文創產業 觀光拔尖 綠色產業 及生技起飛等 六大新興產業 要確保他領先的一個優勢 但我們卻 也必須啊 投入更多的 研發的一個經費嘛對不對 那尤其我們看呢對岸 這個中國大陸呢 啊今年起啊 他陸續啟動了 第十二期的五年計畫 俗稱十二五 啊或投入大量的預算經費 甚至啊到處在 挖人才啦對不對 啊Human resource啊這個都在挖了齁 那可是呢我們卻沒有相同的 呃規格跟計畫 有有這樣的相同的規格跟計畫嗎 有沒有 我們哈當然在 推了很多一些計畫 是增加國際的競爭力啦 包括我們引進 海國外的優秀的研發中心到台灣來 這個國際研發中心 像英特爾跟台大 哈佛醫學院跟中央大學 啊UC San Diego跟陽明 跟交大這樣子 還有我們農門計畫 然後我們現在也要推 啊我們已經推了就學術攻頂 我們也正要推 總統年輕學者獎 希望把最好的年輕引進來 啊這樣的計畫 那這個當然 我們還應該還要再有更強勢的 具體的計畫 我們也會 啊繼續來想繼續來推出來 我們人力資源管理裡面啊 這個Human resource 人力資源管理裡面 他有一句話 他說這個Human capital 就是說啊優質的人才啊 是這個組織發展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對 如果說我們沒有這個優質的人才 那這個組織啊要發展是會受到限制的 所以呢既然是這樣 那尤其是科技頂尖的一個人才 我們目前如果以目前的這樣五年這個 五百億的這個計畫 只有吸引這些學生啊根本沒辦法出去 都是在甚至在國內 他就直接在國內唸了 沒辦法接收到一個新的一個知識 是不是而且你倍多利分啊 就是說你分散掉了 有等於是沒有啊 大家等分堂吃一樣就吃掉了 好像一點幫助啊也不是很大 所以對一些優質的人才的引進啊 對 確實是有點困難啊 對跟委員講我們推一個龍門計畫 就是找出最好的研究單位 研究領域國外的 那我們派學生博士後 甚至老師去 那這個我們相當 做得相當不錯我覺得不錯 那最後啊我請教一下主委就是說 因為我目前這個媒體報導說啊 因為明年政府的財政困難 所以新竹的生醫園區 裡面大概三個部分嘛 一個是醫學中心嘛 生醫園區的醫院的醫學中心 還有生醫科技產品的研發中心 新建所需的預算啊 中央政府難以籌編 所以今明兩年的新建時程 可能會延後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跟政府所宣示的 增加或是投入更多的預算 是不是相漢格啊 如何來解決經費的問題 因為金建預算 減少很多 那這個是用金建預算 那我們幸好就是說我們的標準廠房 生計廠房 都建好了 我們暫時就用這個 來當我們的研發中心 那我們當然希望不要延長太久 就延一年可以 因為我們還可以用標準廠房 來當我們的研發中心 那新竹生醫科技跟這個產品研發中心啊 它的建築費用 大約是新台幣12億 那設備呢是23.92億 那本來預計啊 在今年的六月就動工 並在一年內完成了 是 而生醫園區呢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生醫園區那個醫院啊 就是等於醫學中心呢 原來的建築經費是8億元 設備費是6億元 預計在民國101年 動工103年營運 但是呢這兩個 兩項建設啊 都是我們新竹地區這個民眾啊 期待已久的一個事情 對 不要說變成無疾而終啊 是 謝謝委員 上次我已經跟武敦義告狀了 對不對 總質詢的時候已經告狀說你們 包括衛生署啊 還有你們國科會啊 陽鳳英偉啊 本來決定的事情 協調好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又突然又要變卦呢 讓我們很不放心 好 我們會盡量爭取啦 因為主要是 金鎮預算 整理減了三分之一半到三分之二 所以就 假如政府能夠增加金鎮預算 我覺得是 我們就會 不要再鬧笑話了 總統已經去動工了幾次去巡視了幾次 每次都說啊沒問題 到最後又有問題 我想啊這個應該給馬總統一些面子啦 我們科技人做事情 絕對不是說 放放嘴炮就可以了 我希望是很務實的 跟委員報告啊 落實的去執行 跟委員報告我們推的很努力啦 我們 生計廠房 你努力沒用啊 你只要給我如期來完成有沒有問題 照原電計劃如期完成啊 我們銀化中心啊 希望你們國客會呢 去努力醋醋這個經費 預算 跟這個裁員嘛 好 如期讓它完成 有沒有問題 我會盯著這個案子看喔 我們的銀化中心 就是5月18號 就會開幕 就是用標準廠房 所以這個 就先整個的生育園區 就真的動起來了 那醫學中心呢 五百床的醫學中心呢 醫學中心啊 那是我們地方要的啊 醫學中心啊 是由衛生署來編 我們也會去 你懂啊 推動它啦 也要趕快 換句話說 醫學中心你們不負責任 但是好像是生育園區裡面的啊 我們是督到整個園區 現在是 新竹科學園區 管理局在處理的吧 是 是不是 對啊 那你又推給衛生署 我們會去推動 那一部分是他們負責 來建 因為這個醫院他們比較 有經驗管理嘛 但是我們也會 剛剛委員的建議很好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會努力去幫他推啦 那現在那個局長 嚴局長 到底這個 這個醫學中心啊 那個急重症的醫學中心啊 目前到底是誰在負責啊 是 那個依照分工啊 主委剛才有報告 依照分工是有衛生署來負責 預算也編在衛生署 但是整個整合以後 國客會 這個主委這邊在推動 所以呢 我們這個會來也要求這個衛生署希望說能夠趕快編列 那上次 編了沒有 目前還沒編 還沒編 他是1010 那就衛生署在騙 騙本席在騙吳敦義 吳院長囉 應該不一定 他是 因為今年就是剛才主委報告過說經建經會整個有這個縮小幾乎少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呢他是有優先順序 那那個秘書長呢在經建會審議委員會裡頭也提到這是政府的政治承諾要配合辦理 那他會盡量來籌措這個經會 所以應該是可以盡量編出來 就是說在 什麼時候編出來啊 這已經講了很久了 我們研發中心的部分剛才副主委講說我們已經爭取到了一部分要今年就會開始動土來興建 那之前上次在總質詢的時候我有質詢這個吳敦義吳院長的時候 吳院長也當場指示啊 主委啊 跟衛生署啊 來討論這件事情嘛 要跟我報告嘛 但是到目前為止好像也沒有 如果是這個事情應該好好給我有一個交代喔 好 跟委員講剛剛喔 我們局長講啦 就是研發中心我們 就 研發中心也沒有問題嘛 那衛生署那個 就是說那個急重症的醫學中心的部分啊 我們也希望 國課會呢 來協調啊 這個 衛生署啊 盡速的把這個定案好不好 好 好謝謝 好謝謝 啵 你可以 你 é 我